哇 又是一个燕阳天了 深圳这几天天气很好 看看 那是南山医院 所以我住在南山医院旁边在 我在深圳的这几天 深圳一直阳光灿烂 天气非常的好 因为正月时我还没有过 所以很多回家过年的人都没有回来 所以街上人气不是很旺 深圳这些年交通用了很大的改观 地铁线路增加了很多 出行的话 最经济的方式就是地铁或者是公交 不过为了节省时间 我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打地 前面那是平安大厦对不对 对对对 即将进入区间测试 要到最高的楼 深圳最高的楼 打地当然是最不经济的交通方式了 从南山到罗湖通常要八九十人民币 看去公传银行办事没有办成 因为我深圳中没有拿到 没办法 往常深圳都是人头传动 节奏非常之快 像这样悠闲清静的时候 也真是太难得了 尽 taka explode 门 gates 从南山到车会 基本上王大厦 把人请回 list 外星 whisk 现在去人财大市场饭食 深圳的绿化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当年吸引我的就是深蓝大道 它宽阔又美丽中间的花团造型非常之美 不过这次我没有走深蓝大道是个遗憾 这是南山区尾的大楼 这里是深圳大学的贝门 这里有著名的企鹅大楼 就是腾讯的总部 如今很少有中国人不用微信了 过去是QQ 这里是南山的中山公园 离我曾经的家不远 我女儿小时候我经常带她来这里玩 深圳的人形天桥都设计的别具一格 都还各有迁究 非常的有特色 有提醒就是要接安全带 我不知道 我以为后排无所谓 你知道 深圳才实行了两年是吧 以前也没要求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我以为只要是前排 打地的过程中 师父告诉我 后排如果不接安全带是会被罚款的 但是警察只罚乘车的人 所以有的师父他不会提醒你 这是曾经非常有名的海王大厦 因为这个雕塑而出名 现在他已经不太起眼了 这次回国 我再次体验到了深圳的服务 真的是在全国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非常之好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商业部门 你都会感觉到被尊重的感觉 比如说社保局 所有的工作人员开口第一句话就说 女士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办理过程中也是想尽办法帮你解决问题 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奔波了一天 我也觉得有些累了 所以晚餐就在住的宾馆里 叫了一个外卖 也第一次体验了一把 儒家送餐小机器人的服务 开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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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们使用 再见 走了 拜拜 毫无疑问 国内的变化非常之大 有很多东西已经非常的便捷了 这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谢谢观看